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这款坦克的时候 瞄准的目标就是重现德军的战车王牌奥托卡里乌斯的座驾 217 座驾 这个卡里乌斯战车名都很熟悉 国内有的翻译成做卡尔尤斯 其实按照德语的这个发音应该是卡里乌斯 奥托卡里乌斯 这个中期行动谱呢 它的217号战车呢 是马里诺夫斯卡村战斗这个前面的涂装 这个是雪碧的白色涂装 真正在这个战斗爆发的时候已经是春季了 所以说是换成了一种浅绿色的迷彩的涂装 这里两款呢 一款就是我们的基本型 基本型 所以采用的是机体的这个黄色涂装 出厂的这个黄色涂装 相应的细节呢也就属于是基本型 不过也是足够的细节 等一下我给大家慢慢讲 这一款呢就是土奔的大师版 所谓的大师版呢就是用我们这个工程师精心打造 艺术家精心打造的尽可能的做了细节的优化 以及旧化处理 这个两款是价格是不一样的